我们来继续看第四节现金流量表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现金流量表的具体贴连方法 首先我们要把握现金流量表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 所谓现金流量表 就是反映起在一定期间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流入流出的报表 所以有人称现金流量表是企业的日子 这个利润表是企业的面子 这么说呢还有点道理挺形象的对吧 这个现金流量表啊它有流水 就像这个居家生活过日子现金流入流出 就这意思 那么编制现金流量表的基础呢 我们是以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为基础的 这原则是收复实现制 也正因如此我们不能笼统的说 企业会计里边就没有收复实现制 你比如说现金流量表的编制用的就是收复实现制 当然这指的是正表的编制 现金流量表的补充资料的编制呢 用的不是收复实现制 我们再看 这里的现金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库存现金 再说具体点就是财务人员出让人保管的那个保险柜里那钱 放在企业财务科财务处 保险柜里那钱 叫估算现金 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还得加定于 不是所有的银行存款都是咱们现金量表里的现金啊 假如是活期的存款 这属于现金 随时支取都可以 但是呢 如果是定期存款 它类似于短期投资 它不属于现金 还有其他货币资源 这些都属于我们这里说的现金 那么什么叫现金等价物呢 现金等价物是企业持有的期限短流动性强 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的现金 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这里边有个期限短足以说明 我们这里说的现金等价物 它只能是债权性的 不是股权 比如说 购买日 离到期三个月内 这个就属于现金等价物 好 我们来继续看 单项学的题 下列各项中能够引起现金流量 进而发生变动的有 我们说现金流量表那个现金流量 它既包括了现金 也包括了现金的价物 能引起现金流量变动的是 A选项 用存货抵债 比如说借记应付 代记存货 这里没涉及到现金的事 它就不能引起 用银行存款支付采购款 代银行存款借应付 这银行存款减少 它会引起 用现金存到 把现金存为银行活期存款 现金就是库存现金 它是现金 对吧 你的银行 活期存款还是现金 一个现金减少 另外一个现金增加 一增一减 没变化 金额没变化 我们再看 以银行存款购买了 两个月内到期的债券 银行存款减少了 你买来的债券投资 这是一个债券 两个月内到期 它属于现金等价物 现金等价物跟银行存款 都是广义上的 现金流量表里的现金 相当于是 现金流量表里的现金 一个增加一个减少 一增一减 金额没变化呀 所以本题能够引起现金流量 净额发生变动的 只有B选项 因此呢 本题的正确选项为B 我们来继续看 单项选择题 2020年的真题 来一起看一下啊 18年12月31日 甲公司持有的投资 包括了下列几种情况 第一个 持有联营企业 也就是乙公司的 30%的股份 那么这30%的股份 我们说 这是权益法核算的 持有子公司 本公司60%的股份 这是成办法核算的 持有五年期的国债 这属于债权投资 持有丁公司发行的期限 为两个月的债权 他说的是丁公司发行 不一定发行就两个月 但至少拿在手中 还有两个月的期限 这属于现金等价物 包括了其他因素 甲公司在编制 18年个别限制上表的时候 应当作为现金等价物 顾列式的是谁 只有这丁的两个月的债权 所以说呢 A选项是对乙的投资 B选项是对丙的投资 C选项是五年期国债 D选项所持有丁发行的 所以正确的选项是 D选项 这道题是我们20年真题 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考了什么是 现金等价物 什么是现金等价物啊 现金等价物 实质企业持有的期限短流动影墙 易于转换为 以至金额现金 加上变动风险 很小的投资 我们教材中没有 老师的课这里有啊 但这个内容 你看没有 就愣在我们考试中考出来了 你要说它有多难 真不难 但是书上你没找到 那么你平时没准备 就这么个小题 也可能把你给绊倒 好 我们来继续看 为了编制现金量表 我们把现金量表中 所有涉及到现金流入流出的活动 分成三类 一类叫经营活动 一类叫投资活动 一类叫抄资活动 在考试时 经常爱考 给你几个事项 让你判断 这属于现金流入表中的经营活动啊 还是现金流入表中的投资活动啊 还是抄资活动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什么是经营活动呢 它是企业投资活动和抄资活动以外的 所有交易事项 一说经营 先把投资 抄资给排除了 那么什么是投资活动呢 投资活动是 企业长期资产的构建和 不包括在现金等价物范围内的 投资或者储蓄活动 包括了实物资产和非实物资产投资 实际上我们说的一个投资 它既包括实物投资 也包括金融资产投资 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这叫实物资产投资 购买长期股权投资 债权投资 这属于金融资产投资 或者叫实物的 或者叫虚拟的 这些投资都包括 当然我们说 经营活动是指 除了投资筹资以外的 我们都叫经营 我们再看 那么筹资活动是指 导致企业资本及债务规模 和构成发生变化的活动 资本呢 包括了实收资本 股本和资本溢价 债务呢 指的是对外举债 包括银行借款 发行债券等 但是 像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这样的负债 它不属于筹资 它属于什么呢 它属于经营活动 像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需要特别记忆一下 这是简单的说 什么是投资 什么是筹资 当然我们要在具体业务中 来判断它 到底什么是投资 什么是筹资 什么是经营活动 我们来具体看 我们在编制 限制量表时 有一个基本的流程 就是 把经营活动中的 限制流量 流入流出算出来 有一个净额 把投资活动的限制量 流入流出算出来 有个净额 把投资活动的 流入流出算出来 有个净额 三个净额加在一起 我们就算出了 你当年的 这个现金的 或者现金等价物的 净增加 或净减少额 当然如果有汇率变动的话呢 汇率变动的影响 也考虑进来 你这增加额 假如你知道七出的现金 你知道当年的净增 那你七出加当年净增 就是七末的余额 假设 当年你没有现金等价物 你没有现金等价物 在你的资产负债表上 你货币资金的七出数 一百万 七末数二百万 当年增加了一百万 当年一百万怎么增加的呢 你在现金量表中 你从这三个活动中的 金额加在一起就是你当年增加的一百万 其实也可以理解为 我们现金流量表这个完整的计算过程 就是对你资产负债表的第一项 货币资金项目的一个具体的解释和说明 好 我们来继续看 接下来呢 我们逐项看一看 每一个现金量表项目里 它的内涵是什么 或者说这里涉及到的现金流入流出 它指的是什么样的流入和流出呢 我们先来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那么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的 第一项是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作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反映企业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实地收到的现金 含着什么呢 含着销售收入和影响购买者收取的增加税税额 也就是说呀 如果让你添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现金这一栏的时候 你不一定要把那个价款加上 比如说销售收入收到现金了加上 你还要把依销售而收到的增税税税额加上 并且这个现金呢 包括你当期销售收到的钱 以及前期销售和提供劳务本期收到的现金 也就是说你的当期销售收钱和你原来销售没收钱 现在是应收收回 以及呢将来才收到你的预收 你也加上 简单的说就是这个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的现金呢 它包括了过去现在和将来 你过去销售没收钱 当下收到 我们用的是收付实验制嘛 只要你当期收到算当期 当期销售 当期当然算当期了 你将来才销售 但你提前收钱了 我们叫预收的这部分 比如说针对合同负债收的钱 我们也把它算在你的当期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现金里 当然了 如果本期有销售退回的 你要把它减去 要扣减销售退回支付的现金 你销售时你收钱 你一退回那你就已经支付了 所以要减去 我们来看一下 购买商品提供劳务支付的现金 正是相反 反应企业为了购买材料商品提供劳务实际支付现金 它包括什么 包括你支付的价款 同时含着进项税额 本期购买本期支付的价税合计 包括 以前购买尚未支付的应付本期支付 包括 还有将来需要支付你提前预付的 也可以叫本期预付款项 我们也加上 所以说我们支付的现金里包括了支付的是 过去现在和将来 减去本期发生的 购买退回收到现金 那这个呢 如果 购买退回收到的 那你不算支付 所以你把它减去 实际上我们说这里面 无论是销售商品收到现金 还是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现金 我们都是含着过去现在和将来 大家仔细想想 这是一个全部的现金 只要你在当期收到货支付 你都算在当期的报表项目中 并且含着增值税 有销售退回时 你把它减去 你要扣掉销售退回 你要作为销售方 你退回时减去 你作为购买方 那么你要把这销售退回 从你支付中减去 你不能算支付就成了 我们再看收到其他域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收到其他域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反而且收到其他域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流入 比如说罚款 经营租赁收到的现金 这里是经营租赁的 我们才是经营活动 投资性房地产收到的租金 属于经营活动中的其他 除税费返还以外的其他政府补助 不含着政府税费返还 除了税费返还以外的其他政府补助 这个我们属于 收到其他域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如果是税费返还呢 但有一项 这个这里边呢 包括了与资产相关和收益相关 别管你是资产相关 还是收益相关 只要你不是税费返还的 以外的政府补助 我们都在这里 那税费返还呢 单有一项 另外呢 还有流动资产损失中 有个人赔偿的部分 你也作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所以这里边呢 我们直接提的是 收到税费返还 单有一项 就叫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 收到的税费返还 实际上呢 我们经营活动啊 就这三项 销售商品 经营劳务收到现金 收到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就这么三项 这里边大家要注意呢 这个政府补助里的 哎 这个 政府补助的收入 只要是税费返还 单列 除税费返还之外的 别管是预收益相关 还是预自然相关 我们都把它作为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这个内容 大家一定要知道 好 我们再看 支付给职工 以及为职工支付现金 那么支付给职工的现金 反映企业实地支付给职工 以及为职工支付现金 包括了本期实地支付的工资 奖金津贴等等 多在里面 但是 不包括支付给 再建工程人员的工资 有人可能会问 再建工程人员 不是我们的职工吗 是 是也不包括 为什么呢 因为你支付给再建工程人员的工资啊 我们单列在构建固定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里面 单独列在这里 也就是说 它属于投资活动 而我们支付给别的职工的 那叫进行活动 你要一旦是再建工程人员的工资 它属于投资活动中的 构建固定资产 再建工程嘛 跟固定资产有关 或者是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现金 我们来一起看到题目 A公司应付职工薪酬 年初额是2000万 本年进入了生产成本制造费用 管理费用中的职工薪酬是2300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是1800 也就是说 你进入生产成本制造费用 管理费用 这一块呢 是你当年计题的 我们计题职工薪酬时 我们会借借相关的成本费用 代替应付职工薪酬 对不对 所以这是你计题的 而应付职工薪酬的余额是1800 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如果你拿过自然费率表来 你看 年初数2000万 年末数1800 这意味着什么 你需要分析一下 你想啊 上年年末还欠职工薪酬2000万 今年年末变成1800了 有人马上就说 当年支付了200万 错了 当年是不是支付200万呢 肯定是支付了一个200万 但是不仅仅是200万 为什么呢 凡是你当年计题了的职工薪酬 你都支付了 除此之外 你又支付了一个200万 那么你当年计题了多少 当年计题了2300 那你再加200万 你是2500 所以当年真正支付给职工 以及为职工支付前进是2500 因此本题的正确选项是 第一选项 2500 好 这里边呢 你要简单一看 2500很容易 但是你必须分析一下 你才能把它找到 我们继续 支付的各项税费 反映起按规定支付的各种税费 包括本期发生并支付税费 以及本期支付以前各期发生的税费和预交的税金 不包括本期退回的增值税所得税 那么本期退回的增值税所得税在哪呢 我们叫收到的税费返还吗 对吧 也就是说这个 你要政府补助也叫收到税费返还 这也是收到税费返还 退回的 那谁给你退回呀 政府给你退回吧 对吧 当然这里边 退回的增值税所得税 我们都叫税费返还 本期支付的各项税费 只要是你本期支付的 别管是哪一个税种 还包括了你预交的税金 预交的税金啊 我们都在这个项目里边 好 我们来具体看一道单项有的题 A公司应交所得税七出一额 一百万 当期所得税费用呢是 二百万 大家一定要注意 当期所得税费用它是特指的 就是那个借记所得税费用 当期所得税费用 代替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这说明当年呢 应交二百万 七出一百万 地盐所得税费用是五十万 那就说明我们有代替地盐所得负债五十万 借替地盐所得费用是五十万 这个地盐所得税跟应交税金无关 那么应交所得税的期末余额还剩一百二十万 我们看一下 年初一百万 年末一百二十万 增了一个二十万 那就说明你当年计题的税金里边 有二十万没交 除此之外都交了 那么请问当年有多少税金计题了呢 你有所得税有二百万 那么另外呢 你所得税的二百万里边 你剩增加了一个二十万的余额 说明你这里有二十万没交 所以你所得税交了一百八 你看我们的分析啊 那支付的税金计幅加二十 一百八加二十 对吧 以交总值税 再加六十 所以呢现在是二百六 二百六 也就是说这里的企业所得税 我们是推出来的 它是一百八 你怎么推出来的呢 七处余额一百 七末余额一百二 有人说七处余额一百 七末余额一百二 你就知道当年花了一百八吗 是这样的 我当年既提了二百呀 我既提二百 剩二十枚花出去不就等于花了一百八吗 所以你把支付的所得税加上你支付的其他的税金 还有增值税加在一起 这一共是哎 我们是花了多少钱呢 花了二百六 因此正确的选项是A选项 好 具体计算过程 不再多说 大家会注意到 你要看算起来很容易 但其实为什么我们算这个分析过程 最重要 我们继续看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这个呢 是反映出上述各项外啊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 比如说罚款支出 咱们收到时有一个罚款收入 按照罚款支出 支付的差录费 也算其他经营活动有关 业务招待费 保险费等等 这些事情呢 大家有所了解 包括支付其他管理费用和支付的 其他销售费用都在这个项目里边 好 我们来看一道多项解决题 在编制现金流量表的时候 下列现金流量中属于经营活动的有 这就是网民本体 他们你下列属于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的是谁呢 这四个选项 叫经营活动的 第一个 当期交纳的所得税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收到的活期存款利息 一说收到利息 是现金流入 但懵了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活期存款利息 这属于经营活动 要是定期存款利息 属于投资收益 属于那个投资活动 区别就在这 就在这个活期和定期这 那么发行债券过程中 支付的交易费 发行债券是为了筹资 支付的交易费 那跟筹资有关 所以它不属于经营活动 支付的基于股份支付方案 基于高管人员的现金 谁管什么方案 给谁了 给高管了 高管是谁 你的职工 支付给职工 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这个现金增值额 这其实就是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但是它是支付给自己职工的 它属于经营活动 因此本体属于经营活动的是 AB和D三个选项 好 我们来继续看 单项选择题 贾公司2015年发生以下 有关现金流量 有这么几项内容 咱逐一看来 第一个 当期销售产品收到了316 这是经营流入316 留进个316了 对吧 以前期间销售 本期收回2亿 又来一个2个亿 其实你这516 那都是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对吧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购买原材料支付现金 1亿6 收516减1亿6 收516减去1亿6 还剩4个亿 4个亿 那么取得以前期间 以交增值税返还 以交 以交增值税返还 是收到税费返还 收到税费返还 这2400 它也属于经营活动 这里面现在呢 经营活动有一个 4个亿了 收到5个亿 支付了16 4个亿 4个亿再加上2400 是4亿 2400了 将当期销售产品 收到的工商银行 成对汇票贴线 取得了8000万 其实这8000万 也是你销售商品 得到的经营活动 8000万加2400 10400 加上4个亿 5亿0400 购买国债支付的 2000万 那你属于投资活动 不考虑其他因素 那么 贾公3015年 经营活动 限制流量金额 5亿0400 我说你怎么知道 我已经算出来了 D选项 5亿0400 所以本题的正确选项 为D 大家看了没有 你要看这计算过程 你会感觉到非常简单 但是在这简单的背后 可真不简单 你得把这一项项内容 它的内涵 到底属于什么样的流量 的分类 你得把它界定出来 你才真能把它算出来 我们再看 投资活动产生限流量 作为投资活动产生限流量 我们要注意比较 有两个项目 一个叫收回投资收到现金 一个叫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现金 这俩项目 我们一定要比较 说收回投资收到现金 和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现金 它俩有什么关系呢 我在具体说关系之前 我先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啊 你今天手中有 一万块钱的 交易性金融资产 你给卖了 那么你卖多少钱呢 你卖了一万两千元 大家马上就能想到 我们没有其他事项啊 一万元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卖一万两千元 借银行存款一万两千 带交易性金融资产一万元 差额两千走什么 差额两千走 哎 投资收益 交易性金融资产一卖 差额走投资收益 这不就成了吗 我问你 这笔业我不考虑别的 你告诉我取得投资收益 收到现金多少 收回投资收到现金多少 人一听 一个亿 卖一亿两千万 那你收回投资 肯定指的是收回本金了 一个亿 对吧 取得投资收益多少啊 取得投资收益 两千呢 因为你这本金之外还赚两千 所以是两千呢 让大家 你要敢这么答的话 两万 每一万都不得分 为啥 你必须知道 这里收回投资收到现金指的是谁 这里的投资收益指的又是谁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说 反正企业出售转让或到期收回 除现金等价物以外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技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而收到现金 不包括债权性投资收回的内息 不包括债权性投资收回的利息 收回的非现金资产 以及处置子公司和其他营业单位 收到现金能 总之 你要真把一个亿 一万块钱的金融资产 卖回一万两千来 收回投资收到现金 就是一万两千 那么投资收益呢 为零 为什么 咱一会看看投资收益 你就明白了 反正 它是指 这个出售金融资产收到现金 你把一万出售 卖了一万二 那就应该是 我们再看 债权投资收回的本金 在本项目中反映 债权性投资收回的利息 不在本项目反映 而应该在 取得投资收益 收到现金里面 也就是说 这个取得投资收益 收到现金呢 是专指那个 鼓励利息的 你把一万卖一万一万二 那差价两千 它不属于鼓励利息 不属于取得投资收益 你说老师不对 你的分录里明明写了投资收益呢 分录是分录 我们报表项目 是报表项目 另外呢 我们处置子公司 及其他单位 收到现金金额 这要单设项目反映 这本项目的名字就叫 处置子公司 及其他单位 收到的现金金额 如果这是负数的话 就是支付 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好 我们再看 取得投资收益 收到现金 它反映起 因股权投资 和债权投资 而取得的现金 股利和利息 看明白了没有 我们所谓的 取得投资收益的 这个项目 它是专指的 现金股利和利息 我们才叫投资收益 专指的是 现金股利和利息 不包括股票股利 不包括股票股利 包括在现金 等价物范围内的 债权性投资 其他利息收入 也在本项目里反映 也就是说 首先股票股利 肯定不行 股票股利 它没现金呢 但是呢 你要说 现金等价物范围内的 那个债权投资 三个月内到期的 那个短期的债权投资 它的利息收入 也在 取得投资收益 收到现金 那有人问了 那我的定期存款的利息呢 定期存款的利息 也属于取得投资收益 收到的现金 我们再看 第三项 处置固定产 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金额 房价企业处置固定产 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 这个其他长期资产 你比如说 淘资性房地产 所取得的现金 减去为处置 这些资产 而支付的 有关费用后的金额 那么 总体来讲 我们这一项 体现的是金额 你把固定产卖了 取得的现金 这你卖固定产 肯定有现金流入 但是你还可能要 发生一些处置费用 你把流入减去费用后的金额 作为这个项目的 天列金额 这就是我们直接 别惯去卖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还是你把 其他长期资产中的 比如说 像投资性房地产 卖掉 当然说到投资房地产 就比较特殊了 投资性房地产的租金 属于经营活动的流入 投资性房地产 以处置属于投资活动 它比较特殊 另外呢 由于自然灾害 所造成的固定资产 等长期资产的 报废挥损 而收到的 保险赔偿收入 保险赔偿收入 这个现金流入 也在这里边 那么如果是负数呢 我们就成为了 支付 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好 我们来继续看 第四个项目 构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刚才是你把它卖了 收到的 现在你呢 去买 买固定资产的时候 花的钱 我们叫构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现金 这里边包括了 构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还有其他长期资产 其他长期资产 像投资产产 但是不包括为 构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 发生的借款 利息的资本化 这个借款 利息的资本化部分 借款利息的资本化部分 我们为什么不在这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为构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 而发生了借款利息的资本化的部分 他在筹资活动 为分配股利利润和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也就是说 这个 为构建固定资产 而发生的借款利息的资本化 随说从会计科目角度来看 是计入资产成本的 给人感觉像固定资产一部分 你会误以为这是什么 这是 你误以为这是什么呢 这是资产一部分是投资 但实际上呢 它是你借款的利息 它属于筹资 带来的流量的问题 它属于筹资活动中的 分配股利利润和长付利息 它应该是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你借款是筹资活动 那你还利息 就属于筹资活动中的 长付利息支付现金 这个事儿要把它分清楚 好 我们来一起看一道多项学的题 制造企业下来各项交易或事项 所产生的现金流量中 属于现金流量表中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有 谁是投资活动 来一起看 出售债券收到的现金 投资 你那借券投资我卖了 投资 收到股权投资的现金鼓励 股权投资的现金鼓励 属于取得投资收益 收到的现金 它也属于投资活动 支付的 为构建固定资产发生的 专门借款利息 你把中间去掉 你会发现这叫支付的利息 对吧 尽管构建固定资产发生的 专门借款 你资本化技术的固定资产 给人感觉是资产的一部分 但你那不是投资 你这是支付的利息 所以它是筹资 收到因自然灾害 而报废固定资产的 保险赔偿损失 保险赔偿款 这属于 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入 也属于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到的现金 所以本题属于投资活动的是 ABD三个选项 我们来继续看 多项选择题 对于非金融企业来讲 下来各项交易事项 产生的现金流量中 属于现金流量表中 投资活动的是谁 再次问谁是投资活动 收到贴线银行 成对汇票的款项 贴线银行成对汇票 这属于经营活动 银行成对汇票本身 是同就是一个 你这个汇票本身 是经营活动带来的 所以它是经营活动现金 它不属于投资活动 收到保险公司 因固定资产 火灾损失支付的赔款 这是投资活动 自然灾害 这个保险赔款呢 这属于投资 支付 购买随时出售的交易性 金融资产 你别管什么 只要是金融资产 那肯定属于投资 支付构建固定产 专门借款的利息 说了半天 还是支付的利息 属于投资活动 那看来我们这考题之间 考来考去 有好多项目 也是总是重复出现的 你像这支付 构建固定产 专门借款的利息 这事好像总是爱考 初期老师 总是觉得这个 人们答不对 估计很多人在这 老出错 一看构建固定产 以为是投资 其实它是支付的利息 所以是筹资 所以本题属于投资活动的 只有B和C两个选项 那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谁呢 是这个A选项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因为你去贴线 银行程度会计票时 我们还要问一问 你那个银行程度会计票 在贴线过程中 是不是付追索权 假如你不付追索权的 贴线了银行程度会计票 那你收到钱 就属于金融资金流量 比如说那我要付追索权呢 由于你付着追索权 你那贴线本身 在我们会计里是同时借款 你这一借款 就成筹资活动了 但你别管金融活动筹资活动 总之你不是投资活动 所以我们这道题问的是 筹资活动 你就是不能选A 也不能选D 只能选B和C 好 我们再看筹资活动产生性的流量 首先是吸收投资收到现金 从字面来看 不难理解 这是吸收投资收到现金 反映企业以发行股票等方式 筹集的资金实际收到的款项净额 用发行收入减去支付的佣金等费用 或者净额 就是我们这里的收到的净额 以发行股票的方式 筹集资金而由企业直接支付的 审计咨询等费用 在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限制项目中发映 审计咨询费用 是为了发行股票而发生的 但它仍然属于筹资活动 我们再看 取得借款收到现金 你看吸收投资 这就知道是发行股票 那取得借款呢 借钱呗 反映企业举借各种短期长期借款 所收到现金 以及发行债券实际收到的款项金额 还是用收入减去直接支付的佣金等费用 那直接支付的佣金等费用呢 它仍然属于筹资活动中的一项 第三个 偿还债务支付现金 它属于偿还债务的本金 反映企业偿还债务的本金 本金才有资格交债务 那利息呢 就单独有一项 包括偿还金融企业的借款本金 偿还企业到期的债券本金等 企业偿还的借款利息 债券利息在 分配股利利润和支付利息啊 我们支付利息时 单有一项叫支 就叫分配股利利润和支付利息 你吸收投资的 那是筹资来的 发行股票的 那么你取得借款的 那就借款的 但是呢 无论是股票的还是债权的 最后股利利息 我们统一叫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现金 单给一下 那就成了 好 我们来看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现金 反映企业实地支付的现金股利 支付给其他投资单位的利润 以及支付的借款利息债券利息等 股利和利息 单走一项 好 我们来一起看 这是2021年教材新增内容 我们认真来看一下啊 这个跟我们 现金流量的分类有关 说因银行成对汇票 哎 刚说完20年代考题 考试银行成对汇票的事 他来了 因银行成对汇票贴线 而取得现金 如果不符合终止确认条件 那么你不符合终止确认条件 什么时候呢 比如说付追索权 你不符合 将现金流量分类为筹资活动 对吧 原因是你账上走的是借款呢 如果符合 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条件 你不付追索条件 那么相关现金流入就是经营活动 希望大家呢 把这个结论要掌握 就是说你去贴线时 关键看你付不追索权了 不付追索权 终止确认 那经营活动 付着追索权 当做借款 借款的话是筹资 所以这个银行成对汇票的贴线 可能是经营 也可能是筹资活动 你得看具体情况 如果贴线不符合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条件 后续的票据到期偿付等 导致应收票据和借款终止确认时 因不涉及现金收付 在编制现金流量表的时候 不得虚拟现金流量 且发生以银行成对汇票 背书购买原材料等业务时 比照上述处理 就是那个背书也是如此 我们来继续看 如果定期存单 刚才说的是银行成对汇票的事 现在再看一看定期存单 大家知道什么叫定期存单吗 没问题吧 定期存单 本身不属于现金及现金管价物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的现金指的是 库存现金一号存款 但一号存款是指随时可以支付 我们那个现金中的银行存款 是指活期的随时可以支付 你这定期存单 是定期存款 定期两年三年 有时候那现金等价物呢 现金等价物才三个月内到期 人家三个月 你这三年 所以咱定期存单是什么呀 它本身这个定期存单 它属于投资 短期投资 那么如果拿它质押或者解除质押 不会产生现金流量 如果定期存单 本身属于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它本身已经属于等价物的 用于质押 不再满足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定义了 以及解除质押后 重新符合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定义的 看这里是现金等价物的事情 均会产生生现金流量 这个内容大家得从客观体角度来把握 并且呢 这具体举例子了 如果企业属于金融行业 通过定期存单质押 获取的短期借款的活动 可能属于经营活动 银行本身拿个定期存单 一质押 借了钱了 这银行本身就是做这个的 所以它属于金融活动 那如果不是银行呢 拿定期存单去质押 然后借了钱了 那你就属于筹资活动吧 银行本身这种筹借 就是它的日常活动 它叫金融活动 你不是银行企业 就属于筹资活动 像这样的内容 大家无论如何要掌握 应该说呢 这里边定期存单呢 现金等价物啊 这样的一些概念 跟我们2022年考试 也是有关系的 看出来我们的考试 我们的例题中的 我们教材的新增内容 这有些内容都有内在观点 所以反过来也告诉我们 如果教材有了新变化 你可千万要注意 有可能还会在考试中 以此为问题 继续的深入考核 我们继续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现金流量表的补充资料 作为现金流量表的补充资料 其实它的一个目标 就是把净利润调节为 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净利润呢 它是出发点 把它给调整是谁呢 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起点是净利润 中点是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那么你必须清楚 经营润是谁 它是全责发生质的产物 而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它是收复实现质的产物 你把经利润调整成 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你的本质就是把全责发生质 变成收复实现质 那我们具体来看怎么变呢 比如说 针对你的经营活动 我们看一看 有些实地没有支出的费用 实地没支出 但你走了费用了 你这一走费用在全责发生质下 你没支出也走费用啊 全责发生质不论支出啊 所以你全责发生质下 你已经走了费用了 但没支出 你让你的利润降低了 但它没支出啊 你要从现金视角来看 你就不该减 不该减怎么办 加回来 就加 在经营活动中 有时候没收到钱 但是呢 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我走收入了 我这一走收入 我利润也增加了 你的利润一增加 却没收到钱 但你从现金角度来看 你没收到钱 你怎么会有增加呢 所以他认为不该增加 用现金流量的视角 要把它减去 所以呢 从净利润调节为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时 就是从净利润开始 对于经营活动 实地没有支出的费用 加上实地没有收到的收入 我们减去 那要是非经营活动呢 这里包括了投资和筹资 对于投资和筹资 无论是否支出的费用 别管的费用是不是花没花 只要不是经营活动的都加回来 你说老师我要花了呢 那也加回来 因为他我们要找的是经营活动啊 经营活动的 那这一块你不得减 所以加回来 说要是没花钱 没花钱更得加回来 你都已经减了利润了 所以加回来 只要不是经营活动的 只要是不论是不是支出的费用 都得加回来 只要不属于经营活动 不论是否收到的收入 我们都得减去 有些事项呢 它没有体现在 没有体现在这个利润表里面 因为我们从净利润出发 去调整经营活动限制流量 那你净利润是来自于利润表 有些事项啊 它属于表外事项 这里的表呢是利润表 它不在利润表里体现的这个事项 对吧 根本没在利润表里 如果它没在利润表里的话 它没在利润表里啊 假如它没在利润表里出现 那么呢 我们啊 既然你没在利润表里出现 我们还要把它考虑进来 比如说 在利润表外的实际流入 假如有一笔应收账款 那是因为销售商品实现的 它属于经营活动 但是你收到钱时 你借银行存款带应收 当你借银行存款带应收账款时 你根本没有进利润表 但它属于当期的经营活动啊 怎么办 加上 你就愣在利润的基础上 加上它属于经营活动限制流量 那么有些利润表外的实际支出 已经实际花了 但它没在利润表里 比如说你偿还了以前的负债 借应付账款 带应行存款 你偿还了 对吧 你支付了 你支付这负债 它利润表里没有啊 你借应付账款 带应行存款 利润表里哪有啊 但是呢 我们为了找经营活动的限制流量 要在利润的基础上 把这个实际支付金额给它减去 这一件也得减 那么这些内容 它不涉及到具体项目 它是个总原则 这个总原则呢 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思路就成 我们后续那个具体调节项目 基本上都来自于这个原则 我们来具体看看项目 首先 作为限制流量表的补充资料 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净利润调节为 经营活动限制流量 在具体调节时 先把净利润从利润表中找来 它就是那目标 它就是那基础 它就是那方向 它就是那靶子 我给你调它 怎么调呢 在经理润基础上 先减加上资产减值 为啥要加 大家想一想 我们提减值时分落怎么写的 借记资产减值损失 对吧 代记资产减值准备 借记信用减值损失 代记 比如说 啊 坏账准备啊 其他增加收益啊 别管怎么着 你提的这个资产解释准备也好 信用解释损失也好 你提这些 你告诉我 你花钱了吗 你没花钱 你没花钱的话 你先别管是不是经营活动 经营活动没花钱 你要加过来 你 不是经营活动 你没花钱 也得加过来啊 没花钱的 没花钱加过来 所以咱加 你说怎么就没花钱呢 借记资产减值损失 利润降低了 你利润减少了 并没有花钱 所以呢 我们要从现金角度来看 你没花钱 你不该减少 所以你加回来 同样 固定资产折旧 别管借记什么 代累积折旧 你花钱了吗 没有 没花钱 让利润减少了 加过来 无形资产贪消 一贪消 利润减少 花钱了吗 没花钱 加过来 长期代贪贪用贪消 花钱了吗 没花钱 加过来 处置固定资产等 长期净损失 你要是处置损失 别管你走的是 资产处置损益的借方 还是 营业外支出 包括这个报废损失 其实这都不属于经营活动 它属于投资活动 投资活动 花没花钱 收益时间都得调整 因为你是损失 损失让利润降低了 但你没真花钱 或者花钱了 它都不属于经营活动 把它加回来 供应价值变动收益 它不属于我们的经营活动 属于也得把它加回来 因为你供应价值变动损失 你未必是花钱 所以把它加回来 好 这里的财务费用呢 财务费用得加回来 因为财务费用 为什么加回来呢 财务费用啊 首先我们这里说的财务费用 它不包括那个 应收票据的贴线啊 因为应收票据贴线 带来的财务费用 它属于经营活动 我们这里的非经营活动财务费用 在算了财务费用 让利润降低的情况下 在没花钱的时候要加回来 投资损失 这个投资损失 让利润降低了 如果没花钱 加回来 花钱就加回来 因为它是投资活动 不是是经营活动吗 特别是 我们来分一分一所得税的事 我们来看 地银所得税资产减少 加上 地银所得税资产增加减去 为什么 为什么地银所得税资产减少 你就加上 因为当地银所得税资产减少时 我们是代替地银所得税资产 借记的是所得税费用 你对于借记所得税费用 你让利润降低了 但你真没花钱 没花钱让利润降低 怎么办 加回 为什么地银所资产增加 却减少呢 却减去呢 当你借记地银所资产时 你增加 代替的是所得税费用 代替所得税费用 让利润增加了 利润增加了 你却没有收到钱 你为什么不减去呢 同样的道理呀 当你地银所得负债增加时 你代替地银所负债 借记的所得费用 所得税费用增加 让利润降低了 你没花钱加回来 但是当你地银所负债减少时 你借记地银所负债 你代替的所得费用 让利润增加 你没收钱减去 对吧 同样的道理 像存货的减少 我们就加上 存货的减少 为什么加上呢 由于你的存货期末数 小于期出数 你这叫存货减少 表明今年你的成本中 有一部分是动用了上年存货 你的成本已经变成了主营业务成本了 你的存货呀 动用了上年数之后 如果还是存货 它不会让存货减少的 期末存货的减少 表明当年你动用了上年的存货 变成了主营业务成本 说明你有部分主营业务成本 它让利润降低 却没有花钱 没花钱加上 那存货增加 存货增加了是 你买了存货 花了钱了 没在利润表中体现 那你花钱了 应该减去啊 所以存货的增加 咱要减去 我们再看 经济性应收项目的减少 你比如说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减少 为什么要加上呢 应收账款一减少 钱收回来了 没在利润表里体现呢 钱收回来了 它不是利润 但它却是流量啊 所以加上 那为什么应收的一增加 却要减去呢 那你应收增加一定的减 因为应收增加 说明有一部分收入 是没收到钱的 却增加了利润 对吧 没收钱的收入 你增加利润了 让利润增加 没收钱 怎么办 减去 减去吧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 我们要加上 为什么呢 应付一增加 说明你有 比如说借材料 带应付 你买了材料没花钱 你没花钱 你才形成应付 而你没花钱的材料 可能就变成营业成本 变成营业成本了 让利润降低 利润降低 没花钱 加上吧 比如说我经营应付减少了 为什么呀 要减去呢 应付减少 你还账了 你这一还账了 但是利润表里没体现呢 利润没减少 但是你还账了 他应该在现金这体现 所以得减去 总之呢 我们对于上述的事项 你逐一分析 慢慢考虑 你就明白 我们是怎样从净利润 变成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 无非是把你全责 发生制下的结果 按照收复实现制的视角 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调整 最后算出了 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净额 这就是 现金流量表的 补充资料 好 我们来继续看 我们来看多项选择题 假公司02年 发生于现金流量相关的交易事项 包括了如下 我们逐一看来 第一个 以现金支付管理人员的现金股票增值全500万 这500万是支付给管理人员的 经营活动 对吧 办公楼换取股权交易中 以现金支付股价 你是办公楼换股权 总之你还是换股权 你为了取得股权支付股价的240万投资活动 销售 销售A产品收到的现金5900万 现金流入 支付经营租入固定资产 租金 当然我们现在呢 这个从新租赁准数来看 也就不分租入经营租赁了 我们就直接说租赁就行了 那么这个租金 我们属于经营活动 支付管理人员工资及报销差里费2万 经营活动 发行全新证券收到的5000万 筹资活动 我们再看 下列各项关于假公司 02年现金流量的相关表示中正确的有 他们经营活动是多少 投资筹资是多少 先说经营流入了多少 那么经营流入多少呢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这个500是经营 但它是流出 这大楼市投入销售商品 这是流入的5900 这是流入 那么另外呢 就没有流入了 所以这经营流入5900 没问题 经营支出802对不对呢 我们看 这里有一个500 这里有一个300 这里还有一个2万 802也没问题 也没问题 那么投资活动流出了540 我们看看投资活动 这有一个240 没有540 所以投资活动540不对 筹资活动 咱再看筹资活动 它说流入了10900万 是吗 筹资活动 有个5000万 没看出有10900 所以筹资活动 也不够 因此本题的正确选项是 A和B 这种题的考上法 就是非常经典的 给你几个项目 问你基因活动 多少多少钱 实际上这道题 考的不是计算 这计算哪有什么难度啊 关键是 你能不能把它分出类来 能分出类来 基本上你算不错 我们说这题就会拿分 所以本题的正确选项是 A和B 我们再来看单项选择题 假公司为制造企业 04年发生了先进流量 流下 第一个 将销售产生的应收账款 申请保理 取得了1200万 那么银行对于标的债权 具有追索权 这一有追索权 就是筹资了 要是没有追索权 经营活动 比如说什么叫应收账款 保理啊 跟应收票据贴线 是一个意思啊 所以这属于筹资 再看 购入作为交易性金融产核算的 股票支付的200万 投资 收到保险公司对存货回损的赔偿款 经营活动 收到税费返还 260 经营活动 向其他方提供老务收取 现金400万 经营活动 哎 还是经营活动多一些 不考虑其他因素 假公司04年 经营活动产生流量金额 我们就直接可以看了啊 经营活动的 那咱看一下 第一个 不是经营活动 第二个 不是经营活动 第三个是经营活动 流入了120 收到120 第四个 收到了一个260 第五个 这是 收到了一个400 哎 400 所以加在一起呢 这是780呀 经营活动流入780 没有流出 只有流入 我们看一下 所以说这里的A选项780 因此正确的选项 还就是A 看了没有 容老师 我怎么看见 你说这题 这么轻而易举的呢 其实啊 你也能做到 关键在于哪里啊 你知道那些事项 属于哪一类 你比如说去贴线也好 保理也好 他说付出一座权 你就是筹资 他说不付出一座权 经营呗 其实这道题 问的是经营活动 考点就在那个 保理那 算经营还是筹资的问题 你要把这事拿准了 这题你肯定得分 我们来继续看 多项学的题 企业编制 现金量表 将净利润 调节为 经营活动 现金量实 这可是那补充资料啊 下列各项中 属于在净利润的基础上 调增的 存货的增加 你得想一想 存货增加怎么了 存货增加花钱了 借存货 代银行存款 利润表中没有 没有去花钱了减去啊 你减 他说应该调增 所以不选 资产解释损失 借机资产解释损失 让利润降低了 花钱了没有 没花钱 没花钱怎么办 加回来 他是调增 他是调增啊 无形散摊销 借机相关成本费用 待机累计摊销 让你的利润降低 花钱没花钱 没花钱 没花钱利润却降低了 怎么办 加回来啊 供应价的变动 收益 一说收益 让利润增加 收钱了吗 你别看叫收益 没收钱 收益了 没收钱 那怎么办 点去 对他减 因此需要调增的是 B和C啊 本题的正确选项 就是B和C 具体解析过程不再多说 能做对这种题目 关键在于什么 你得能把它分析出来 其实就是明白这个道理就足够 没有需要背诵和记忆的地方 在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